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来自这个百度公司的神明宇 那么也是Apaq Doris的PPMC成员 那么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这个Apaq Doris 是一个莫先生在这个Apaq复发系统的一个项目 OK 本次主题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个是介绍什么是Doris 以及Doris的发展历史 那么后面会介绍它的主要架构和一些主要的一些特点 然后我们最后会结合三个因果案例来介绍一下Doris 能解决什么样的实际问题 那么最后呢 我们会介绍一下社区情况和后续的一些新的一些feature OK 首先看一下什么是Doris Doris其实被定义为一个基于MPP技术的一个交互式的分析型SECLE数据库 那么它只是在这个PB级别的这种结构化数据上进行这种毫秒甚至亚秒级的这个查询 那么它主要面向的这种查询产品呢 包括这种高频发的这种报告查询 或者说这种高分组的记忆查询 我们也能够多为分析 那么它是从这个百度开发的 那么在2017年做了开源 那么于2018年互联给了Apaq进行混 OK 然后这个是我们Doris官网上一张图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Doris在整个这个数据流通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侧包括各种的业务数据 然后用户日志或者移动数据等等 那么经过这个离线或者在线的P数理或者流数理 然后进入到Doris中 然后Doris呢 那么它首先它可以直接 直接这个对外提供这种服务 比如说像对这个市场人员或者技术人员提供这种报表类的业务 那么它其上呢也可以通过Spark来进行这种联邦查询 那么旗下呢它可以加接到这个比如MySigle 或者Elatio4的这种数据上呢 然后对这些系统提供一个这个分布式的Sigle引擎 OK 那么它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吧 那么首先它是易于使用的 那么包括它我们实践了这种MySigle协议层 可以方便的对接这个标准的这种MySigle协议 或是MySigle的工具 那么还支持比如说在线表现够变更啊 然后并且它整个系统是不依赖于任何第三方系统的 是一种高度集成的系统 那么所以说部署起来非常地方便 那么第二个它是它的可扩展性 那么它可以很轻松地扩展到260个节点以上 那么并且支持自动的对我数据均衡等操作 那么其次它是它的高性能 那么我们支持 从两个场景说 一个是它支持这种高并发的点查询 那么可以达到单个节点1000特别案子的 这样一个高并发的一个查询性能 那么第二个呢是支持这种高分构的机器查询 那么它可以做这种类似于Ida 可以保障一个数据的一个可靠性 OK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Doris的发展历史 Doris其实发展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 那么被追踪到2008年 其实2008年我们在这个百国内部呢 是叫做这个也就是Doris 但这个Doris其实是一个专用系统 它们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包括 这个凤潮报表 凤潮广告的业务在内的一些 一些系统一些需求 那么在2012年呢 我们通过引入这个MySQL加上Doris 加上Doris这样的一个这个分布分构的架构 然后来实现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布式系统 那么在2013年呢 我们根据这个Google Mesa 还有一个论文 那么实现了一个单机的All-up bungee 也就是一个类似一个 预聚合的一个单机存储引擎 那么在2013年底到2015年 我们开始逐步引入Impala 然后并将这些分散在不同地方的模块进行整合 那么形成了我们内部叫做Pylo的一个产品 那么并且于2017年把Pylo这个产品开源了 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把Pylo重新命名为Apaq Doris 贡献给了Apaq社群 可以看到这个整个Doris的这个历史有将近有十年多的历史 也是一个比较悠久的一个项目 可以说Doris系统是结合了两个非常棒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租核题吧 分别是Apaq的Ypala和Google的Mesa 那么首先Ypala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Sequel和Hazoo的系统 那么它支持这种基于这种MPP架构来进行一个对这种存储在Hazoo上的数据 进行一个加速查存的一个功能 那么Google Mesa是在Google在2014年的时候开源出来的一篇论文里 阐述了一个单击存储系统 那么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种预计核的一个存储引擎 那么Doris呢是将是把两者结合 那么变成了一个全功能的数据管理系统 并且它是高度这种高度内聚的 它不依赖于其他的第三方系统 所以说它也不依赖于这种其他的Hazoo的生态 比如ZooKeeper RDFS其实都是不依赖的 但是它有的很好的跟这些Hazoo的生态提醒一些结合 OK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Doris的这个主要的架构特点和一些这个主要的特性 首先先看一下一个总体架构 那么其实Doris架构非常简单 这也是它易于部署的一个原因 那么可以看到Doris有两种主要的节点 那么分别我们叫做frontend和backend 那么其中frontend的节点呢它是由java写的 那么它主要是负责这个用户数据的接入 然后包括SQL解析和查译计划的生成 那么还有原数据的一些管理 以及这个在系统中跑的一些Drog和一些Task的一些任务调度的功能 那么它通过这种这个可群体组的方式来保证它自己的高普用 那么可以看到IP节点也是可以红线扩展的 那么第二类节点是BEE节点 BEE节点主要是获得数据的存储 以及查询计划的执行是由CIR加编写的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BEE节点也是可以红线扩展的 那么Doris的主要节点就是这两种 所以把它付出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我们在IP中也实现了一个MySQL的协议层 那么这样可以方便的用这种标准的MySQL客户端 或者MySQL的这种库来进行这个请求的接入 OK 然后这样可以看一下 其实Doris的使用在初的使用的时候 看上去非常像一个MySQL 那么我们会用这种MySQL的命令方式来接入到Doris 然后包括件库 件表 以及这个数据的导入 包括查看导入的方式 然后都通过slide这种接口语句来进行数据的查询 所以它使用起来对用户也非常友好 又感觉像是在使用一个MySQL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着重介绍一些 Doris中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那么首先第一个特点的地方 就是当用户接入的时候 它是我们在Doris内部实现了一个完整的MySQL协议层 那么这样的好处是 首先我们不需要维护这种多语言的后端 那么它可以用户可以使用这种标策的MySQL 或者说这种语言的类库 就可以很方便接入到Doris 并且这种MySQL的协议 让我们很方便能够接入到很多上游已有的这种系统 包括这种已有的UI 或者说一些其他MySQL的工具 那么这样用户从其他系统迁移到Doris 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右边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是我们用Tablo BI软件 然后连接到Doris 进行查询的一些现场的展示 OK 那么第二个特点 也是Doris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绿合引擎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根据Google Mecha那份论文 来进行一个工程实现 那么首先这个用户的数据在Doris中 在Doris中表现是一个二维表 那二维表的话它就有不同的列 那我们将列分为Key和Vinu两种 那么也就是对应我们在Ollam分析领域的 这个维度列和指标列 那么首先我们的数据在底层 是按照Key的排序的 那么在排序的数据上我们每一粒四行 做了一个吸附所以 那么这样可以方便的在这种排序列上 进行快速的查询 那么其次呢 因为它底层是一个预计过引擎 也就是说相同Key的行 那么它的Value列会自动的聚合 那么聚合方式包括这种 求和最大值最小值 然后以及这个类似于更新的这种replace 然后包括这个支持这种精确去中 或者说这个快速精确去中 或者快速去中这种beatmap优点 或者HIO类的这种计划方式 那么我们的数据底层是通过这种 LSMTRIP和MACC的方式进行管理的 那么每一趋势导入呢 是一个经购的Delta的软本 那么我们底层会不断地生成这种 mineral and major的准排成来对数据进行合并 然后把这个数据进行进一步的聚合和更新 那么右侧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上面是我们的这个基准数据 那么下面是我们的这个新档的计划版本 那么在这个系统内部呢 会为这两批版本进行 进行一个自动的聚合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相同T的行 他们的videal也就会自动的相加 那么这样一个好处就是说 在做这种聚合查询的时候 你可以很方便的从这个已经预计和好的数据 进行一个查询 那么可以减少很多的这个扫毛量 OK那么我们在这个聚合模型上 其实实现了这个多种的这个数据模型 那么其实包括刚刚我们介绍这个 Appregation Key 也就是说这种聚合模型 那么它对这种这个Key相同的行 那么数据会自动的聚合 那么但是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丢失名气数据 那么我们接下来会讲到 那么第二种是Unity Unity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这种聚合 聚合模型 也就是一种特殊的Appregation Key 也就是在Appregation Key里 我们把所有的videal列的这个聚合方式 都设为replace 其实它就是一个Unity的模型 那么这个Key的模型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保证一个这个Key的 一个全局的一个唯一性 那么它其实变相提供了一个 类似于Upset的这个语义 也就是说你数据虽然说是 以这种追加的方式 寻入到这个DORCE中来 但是它因为它会保证Key的全局唯一 那么它会把之前老的Key做一个更新 那么以达到一个变相的一个更新的效果 那么最后一个是叫 我们叫做Duplated Key 也就是明细模型 因为上面说了 我们的这个聚合模型 不管是Appregation Key 还是Unity 它都会把这个Key相同的行 在没有列宿巨核 那么这样的话会丢失这个明细数据 那么其实Appregation Key Duplated Key呢 就是说它没有这种聚合意义 那么这样对用户来说也是最好理解的 那么就是说用户导入多少行数据 那么在底层就停入多少行数据 那么包括查询的时候 也是扫盘出来跟你导入数据上小组的数据 那么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明细模型上 去做这个乌化视图 这个方面会讲到 那么在乌化视图上 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聚合 那么这样的话 相当于是达到了一个聚合模型 和明细模型的一个统一 OK 这个是Doris的一个 尊主模型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样我们看一下乌化视图 那么乌化视图其实是 这个基于Base表的一种 基于Base表 然后去把Base表中一些 这个维度列选的出来 形成的一个乌化的一个视图 那么这个视图 其实对用户来说 它是透明的 也就是说不管用户是导入操作 还是查询操作 对于用户来说都是透明的 那么对于这种导入操作 Doris内部会自动保证 这个Base表 和你的乌化视图表的 这个数据的一致性 那么就不会出现说 你的数据只在Base表中有 而在乌化视图查不到 那对于查询来说 用户也不会说是 指定去查询某一个乌化视图表 对于用户来说 它就是查询最基础的那张表 那么系统会自动根据 你的这个查询的语句 来匹配到你最相关的 这个乌化视图 那么比如像这个 示例中的这个 用户只查询这个 Date和3MP微列 那么可以看到 它正好能用这个 Bue这个乌化视图 那么可以减少很多的 这种查询数据量 这是一个乌化视图的一个概念 那么它能保证 这个你的乌化视图和Base表的一个原子性和一致性的一个保证 OK 第三个特点是 我们刚才介绍到我们的IPE 我们的这个Dores之所以换的 是因为它并且它BDIG三方系统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原数据都是自己维护的 它不会说 说把原数据去存在 比如说MySQL或者YouTuber这样的系统中 那么我们的原数据 原数据是全内存存储的 所以说它能支持一个原数据的一个换复讨论 那么内存存储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要保证它的这个可靠性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内存加checkpoint加这个journal 这种日志的方式来保证这个原数据的可靠性 也就是说每一条这种原数据的变动操作 我们都会解销日志 然后解销我们这个底层是用这个 国费EB的Java Addition版本来进行的一个分布式CVA的一个存储 那么每一个对原数据的操作都会写入到这个BGB去页里 然后进行这个多个节点直接同步 那么日志太多的话也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日志太多呢 这种节点当机在重启的话 你需要回放所有的日志 所以说这个回放速度会非常慢 所以说我们也会定期的把这些日志去做一个checkpoint 然后形成一个emage文件 然后提到这个本机次马上 那么这样的话在FB重启的时候会先读这个emage 然后再读emage之后的这些genal 那么这样可以保证 一是保证这个原数据的走进 二是保证这个你在节点当机重启的时候 归组时间会非常短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原数据高可用的一个设计 我们再看看这个B上数据高可用的设计 那么首先我们这个B的存储是一个 这个share nothing方式的一个存储方式 所以说用户的数据都会按照比如说分区或分走 然后形成不同的这个数据针片 我们叫做template 那么每个template会有三副本 那三副本都是存储在不同的节点上的 这样能保证比如说默认我们是三个副本 那么如果即使有两个节点当机的话 我们也能保证这个副本是可以读的 并且我们在这个如果对这个副本 我们增加了一个B节点 那么我们这个数据底层内部的 也会按照这个template的级别 做自动的数据均衡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机想扩容的话 你简单的把这个节点加起来以后 那么数据就会自动的追问过去 那么这样一个扩容的使用也是非常方便的 OK那么第六个特点是我们一个导入数的一个支持 那么这个也是很多技能所不具备的 就是我们支持这个多表的原子性导入 也就是说我们一批导入呢 可以支持这个导入到多张表里 并且能保证这些批数据在多个表中是原子一致的收效的 也就是说用户不需要考虑说 你这个数据会不会在某些表上生效 或者说会不会只导入了一半 然后另一半失败了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一个 叫做多表原子性的一个导入的一个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是通过这个两阶段提交的方式来实践的 也就是说我们IP的这个leader节点呢 作为一个这个两阶段提交的这种协调者的一个角色 那么用户的数据呢先写入到这个PE节点 那么所有的PE节点都写完了以后 会向这个PE节点进行汇报 汇报完了以后拿PE节点会统一的去做这个publish任务 才把这个整个数据进行生效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写入的时候也是带着这个数据版本的 那么读取的时候也是带着数据版本的 那么达到了一个这个数据读写分比类这个效果 那么那么对于不同表中的这个 不同表之间的这个导入的我们是可以并行执行的 那么对于同一个表之间的导入的我们是串行执行的 那么这个串行的位置呢 其实只是在最终你这个publish这个任务 也就是说生效这些一写入的数据的时候 它会进行串行 然后这个时间是这样保的 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 整个导入是可以在基金内部是并行执行的 所以能保证这个名字 以这些的这种语义 OK那么第七个特点呢 是一个这个我们叫做两个分区的一个特点 那么刚才说过Doris底层的这个数据 是使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存储的 那么也就是说数据需要进行这个横向或者正向的划分 那么我们支持对这个数据表进行两个划分 那么第一个划分我们叫做partition 是一种实施范围的分区 那么在每一个分区下面 我们可以再进行这种哈希方式的分统 那么这样的话 会带来很多好处 那么首先第一个好处是 我们的这个分区之间的数据是完全独立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避免这个分区之间的数据 进行这种无异的这种数据的合并 也就是compansion 那么可以进行大量的这种IL和CPU的操作 那么其次呢 我们不同分区因为它是独立管理的 那么不同分区可以有不同的这种分统数量 那么这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结合这个业务数据增长的需求 比如说下个月我们预计这个数据会进行成倍的增长 那么我们可以把下个月的分区的分统数调整到更高 那这样使这个数据能够更均匀的分散在这个集中 那么其次呢 这个两层分区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分区是独立管理的 所以说每一个分区 每一个分区都可以选择存储在不同的介质上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最新的数据存储在这个 比如说SSD这种高速度上 然后把这个冷数据存储在这个SDD这种机械硬发上 那么这样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冷热数据的分离 那么我当查热点数据的时候 它的速度会非常快 那么冷数据的话 我们也会稍微慢一点 但是它的层属成本会更低 那么同时我们也支持这种 以这种TDL的方式 然后去设置这个分区 在这个高速介质 低速介质之间的这个存活时间 那么当这个TDL时间到了以后 热数据会自动地从SSD上 前移到SDD上 这也是一个两层分区带来的好处 OK那么下一个特点是这种 一个大功能处理技术的这种分布式的 查询引擎 那么这个我们是目前是基于这个Apa 7 Impala来做的 并且我们在这个Apa 7 Impala的技术上进行了大量的优化 比如说我们为很多算子增加了这个 向量化执行的这种执行方式 那么我们在原数据方面也做了这种 比如Partition和Buckets这种裁剪 然后以达到这种比如点查询的时候 可以快速运输到某一个具体的Tablet 然后进行查询 以提高这种传续的并发 那么同时我们将这个内部的所有的RPC 请求都换成了这个Apa 7 BRPC 这种一个非常高性能的一个RPC框架 那么这样的话能进一步提高我们 这个整个系统内部的这个 传续颈护并发度 也将低这种传续颈护延迟 OK 接下来是DORES底层数据存储的一个特点 那么DORES底层我们完全是重写了底层的存储 使用的是一个列式的存储方式 那么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Particle的存储格式 那么我们以最基本的单元也是Page 也是底层数据存储的最基本的一个数据单元 那么数据是以这个一列分一列的方式去列式存储的 那么列式存储的好处就是 首先它带来一个很高的压缩比 那么在这个分析领域的话 你可以只读取你想要的列 那么这样也极大的减少IO 那么其次呢我们在这个 其实我们在这个存储 存储引擎上也做了很多的这种编码的优化 比如说这种字典压缩 然后BitShuffle LRE来进一步加大这个数据压缩率 来减少这个存储空间 那么其次我们在这个存储格式上也做了大量的所引 比如说刚才前面说到这种吸数所引以外 还是这种块级别的这种存储所引 比如说这个最大值最小值 然后包括脑子的个数等等 那么其次我们还支持这种在任意一列上去做 基于Bitmap这种倒白所引的这种2G所引 然后以及这种块级别的普通filter 那么这种多种所引的这种作用加起来以后 然后我们对这种i条件 比如说选择度非常高的差距 我们进行一个非常快速的数据过滤 然后我们也减少这个数据的散发量 OK那么最后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Doors是如何支持这种高技术的经济器种的 其实高技术的经济器种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非常占用内存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所有的技术 都保存在其中算一个它最终的一个去除后的基础 那么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引入了这个Rolling Bitmap的方式 来使用这个未读的方式来存储 这个这种高技术和精确器种的这种场景 那么可以看到在引入这个Bitmap之前 那么用户键表的话 比如说它前这个UZID这一列 那么它查询的话 需要直接用Condisting的这种UZID查 那么这个它对内型的开销查询效率都是非常差的 那么在引入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UZID这一列建成一个叫做Bitmap unit 这个一个位图的表现方式 那么在数据导入的时候 那么每一个Bitmap 每一个UZID都会变成位图中的一个位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查询使用这种专用的Bitmap unit content 其实就是把这个已经聚合好的一些位图进行一个集合操作 那么就能很快地钻出这个用户的这种基础 那么也就是说达到了一个快速进阶区种的需求 那么在引入这个RollingBitmap以后 那么不但我们可以支持这种快速的进阶区种 那么也可以也支持了很多这种集合类的操作 那么集合类的操作可以用于比如说用户行为分析啊 或者说漏的话 留存啊等一些这个类似于发向的一些需求啊 对 这是一个清洁区种的一个应用案例 OK 那么最后看一下这个Dorace生态 其实这个刚才在前面的一张这个PVT里也讲到了 其实Dorace它本身是一个高度内进的系统 它不依赖于任何第三方系统都可以跑起来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一个数据工系统当作一个数据的孤导 所以说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去和外国的一些数据员接下 那么比如说对于这个数据导入来说 我们可以支持这种阿多哥RDI发向文件的访问 那么也支持这种自动订阅卡不卡 来支持这种这种近视时的这种例行的数据导入 然后也支持从这个本级文件的导入 那么对于上层呢 我们通过这个实现了这个Spark Doris Connector 那么可以用Spark来查询Dorace公司组的数据 达到一个这个联盟查询的目的 那么Dorace它本身也可以对外提供这种完美的这种MPB的这种 SQL查询引擎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Dorace可以直接查询这个 比如存在ES中的数据 或者存在这个MySQL中的数据 那么为这些系统提供一个分布式的查询引擎 来加快它们的查询速度 那么其次呢Dorace它本身也可以直接对外提供服务 那么采用一种这个标准的这个JTBC和NSI SQL的一个接口 来对外提供服务 OK 最后我们通过这个三个典型的用户案例来介绍一下这个Dorace的实际用户场景 那么首先第一个用户的案例的话就是我们摆在内部的摆在统计 那么摆在统计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中文战点和APP的一个分级平台 那么可以它可以为这个用户提供这种权威的实施这种流量分析 然后仿格行为分析 然后以一种这个SaaS的方式来对这个开发者提供服务 那么它这个日均覆盖的战点有1万多个 然后合作的APP达到6万多个 OK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摆路统计的这个数据架构流程中 Dorace所属的位置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Lambda架构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上游的数据进入到这个系统中 然后进入一些这个实时的处理或者批处理以后 然后它都会进入到这个Dorace中 然后Dorace会直接对外提供这个提供这种在线服务 包括这种统计的报表服务或者说这种高级的分析服务 OK那么那么作为这个统计报表服务呢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维度很固定 除了开查评模式一种固定 那么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到这个Dorace的这个预计核的这种 这种模型来提供一个高并化的一个 一个查评场景的一个支持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想把这个统计在这个Dorace内部的说 大概6.4万亿一套数据 那么它单股本压缩以后的数据量达到了60G 那么峰值的QPS可以达到1800 那么评想时间是大概88万互典的所有 那即使这个95分析的评想也是在220毫升左右 那么它可以提供包括这种流量分析啊 然后来源分析 访客分析 以及这种转化率分析等功能 那么那么这些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 其实就是利用比如Dorace内部的这种 一聚合引擎也就是Cube 还有这种普通filter啊 或者bit time index这种 这种所以的方式来加速一个这种查询 OK那么第二个用户案例是美团外卖 那么美团外卖呢 它的一个特点是 它们的数据主要也分为这个适时表和维度表 维度表呢包括一些这个 比如说商家在不同这个时间周期的一些维度信息 比如说天级别的 周级别的月级别的这种维度信息 然后一些一些实时的一些风波数据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一些维度表 那么比如这些商家数据和这些实时的这些风波数据 实时变动了 所以说在美方之前的系统中呢 它必须每天都会把这些这些数据刷新到 数据和这些实时表进行一个作业 然后然后合成这种不同时间力度的大分表 比如说天时间力度的 周时间力度的 月时间力度的 然后在这些大分表上再做一层预计 然后形成一些这种不同时间力度的Q 然后在这张Q上再进行查询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首先数据非常容易的 然后并且每天都需要刷出大量的一个数据 那么导致这个开发效率就非常低下 那么在引用DORES以后呢 它可以利用到DORES这种明细和绩合统一的这种功能 那么它可以直接把这个数据存储在这个DORES中来 然后利用DORES这种实时的这种作业功能来进行一个实时的计算 而不需要来依赖于这个预计算的错过来进行这种数据的计算 那么可以看到首先流程简化很多 并且数据冗余的也减少了很多 那么这个就是在引用DORES以后 那么每端内部一个数据都会变化 那么之前的话它需要这个 比如说它的实数据可能需要这个介绍到Hard 然后通过MySQL对外提供这种明细数据的差距 那么它的聚合数据需要存储到这种 这个Q的系统当中在对外提供服务 那么介绍到DORES以后呢 就是其实这种明细和聚合就统一在一个系统中内了 然后可以直接对外提供服务 那么首先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导入的时间是大幅降低的 并且这个磁盘利用率也大幅降低 然后这个是美团还是在2018年的一个 DORES的部署情况 所以在65台的第一页上有50加的这个QPS 然后可以 然后存储大概16TB的数据 那么这个95分位的这个差距年是在1.5%以内 那么这个美团 美团也在这个尝试的去通过卡不卡 将实时数据也接入了DORES以后来 来进一步简化它们的这个数据流的这个负担度 OK 那么第三个Case是这个作业帮在这个实时速商 这个建设中的一个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是这个作业帮在实时速商 那个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 那么首先最开始呢 他们分为这个数据团队和业务团队 那么数据团队在最开始它可能是通过数据清理 然后把数据运料卡不卡 然后卡不卡再通过这个Spark加工 然后写到ES里来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其实它是没有一个数换的概念的 那么每一个业务接入来以后都要重复的把这些 这些流程实现一遍 那么那么整个的这个数据 整个业务接入的时间也非常复杂 然后开发的问题也非常复杂 那么它经过不断的进化 比如说进化到统一到ES 或者统一到Jill的这种引擎东西 它都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的ES 或者说ES它不能提供这种标准的SQL 那么当你这个在多个数据员的时候 你需要做来提供两套的APS 那比如Jill呢 它就没法提供这种明系的查询 那么虽然它对聚合查询的这个支持效果非常好 但是说如果如果想查这个明系数据的话 你又需要这套其他数据流 所以说在整个这个数据的 这个实施数仓的这个整合过程中 会有非常多的问题 OK那么这是它接入Dorus以后的一个系统架构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经过这种清洗加工以后 那么停留到两个地方 那么第一个地方是存入到ES中 那么第二个地方是直接存入到Dorus中 那么刚才我说了Dorus是可以直接去查询ES中存储的数据的 那么这样的话相当于它对外其实只需要报复Dorus的接口就可以 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相当于是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一个对外数据接入层 那么Dorus也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查询方式 支持它将近这个30万每行的这种数据扫行的速度 那么并且提供了一个这个全功能的这个C过的直线引擎 那么同时那么数据存入到Dorus中 主要是利用Dorus这种预计核的方式来提供一个聚合数据的查询 那么通过这两个方式它既可以在ES中对外提供这种银系数据的查询 也会在Dorus中对外提供这种聚合的查询 那么同时上同时用统一的这种查询API OK那么以上三个例子就是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下Dorus在这个不同应用程序下 对用户解决了哪些问题 那么最后呢我会介绍一下这个Dorus目前社区的发展 那么Dorus接着呢目前呢已经有这个115位康志哥特了 分别来自比如百度、美团、金融、小米、多维帮等等 那么它处于一个不断高度发展的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经过统计呢它平均每天有4康米的合路 那么这个在开源项目中算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项目 那么我们进入AFAG不化器以来呢 到现在一共发布了5个版本 那么最新的这一三版本已经进入了这个投票最大 那么这边是我们目前国内一些正在使用AFAGDorus 在他们生产系统上的一些公司和企业 OK那么最后我介绍一下这个Dorus AFAGDorus未来将要开发的一些功能也就是0.14版本 马上就要出来这些功能 比如说支持这种批量的这种多表原子性的批量删除 那么这个功能其实类似于一个CBC的功能 那么有这个功能以后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接入一些上游的这种 OLEDTP的系统 比如说MySQL或者Oracle的系统可以通过比如说Canel 或者说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 一些这个比如Blog的解析文件 然后把它解析成一个Dorus可读的系统 Dorus可读的这种数据格式 然后以这种流的方式来导入Dorus系统来 那么这样的话也就可以将来是把这个上游这种业务系统的 这种实时变更的数据直接同步到这个Dorus系统来 来进行一个数据分析 那么其实我们支持这个通过ODPC协议来支持这个外表 从ODPC协议以后 那么我们就不光只能访问 比如说MySQL或者包括Oracle 和任何这种只要支持这个ODPC协议来办法 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查询 那么其实还包括这种数据类型的支持 然后以及更好的这种查诠进化器 以及这个更多算子的这个像量化的实现 那么都在实现中 那么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Dorus系统来 好 那么最后是我们这个Dorus的观光网站 和我们的这个Kithub的这个Codebase 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微信中搜索 这个APPA系Dorus 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光光公号 那么在公文号中 我们有大量的这种 这个实际业务的使用场景 大家可以参考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